由洛杉矶台美商会 中华航空 以及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 共同组成的联队 与中国信托银行 天人鸣茶 A-Team Logistics 四对共同举办的 第三届台美杯公益篮球友谊邀请赛 不只顺利举行决赛 且当天还募集到2400美元门票收入 将全部捐赠给非盈利组织 馒头基金会 百分百用于公益慈善 这次我们南加州所有的财商企业一起合作 今年有四对比赛 所有的门票收入还有拍卖所得 都将捐给我们的馒头基金会 来帮助我们弱势的团体 让我感觉到我们台商在这边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能量 希望以后未来能够扩大这个比赛 让更多的财商企业来参与 洛杉矶的侨胞能够同居一堂 来提倡这个篮球的运动 还有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友谊 我们所有的很多的不一样的公司 一起在一起了解大家在美国 帕米亚的这个辛苦 那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成果 且决赛结果最终由天人民茶代表队夺冠 活动并现场拍卖千名篮球 这些年轻人很努力地打球 那我们做事就是要努力不是吗 所以希望明年再接再立拿冠军 许氏深夜集团也前来现场涉滩 提供可补气补脑四季皆宜的 许氏生活力元气饮 给所有球员们加油打气 此外中华航空与美国中国信托 也都热情出席支持社区公益 我们首先要感谢洛杉矶桥界 和台商的支持 那华航在去年的业绩 已经超越2019年疫情前的20% 那今年1到4月 我们的业绩更比去年又超越20% 那这个都要感谢洛杉矶桥界 跟台商的支持 7月14 7月15会开航 铺航那个西雅图台北 那也希望那个美国各界的侨商 台商跟侨界能够继续支持华航 5月的第二个礼拜母亲节 那我想妈妈的辛劳大家都知道 那希望各位能趁华航的 这个促销的机会 跟妈妈一起规划下半年的旅行 去台湾也好 去亚洲的哪里都好 那陈如刚刚处长讲的 我们西雅图也开航的选择也更多了 那欢迎各位多加的利用 谢谢 那希望借过这个友谊赛呢 我们也可以在社区里面凝聚我们的力量 把大家的这个团队精神 跟这个运动精神 大家都集合在一起 也藉由这个机会可以推广一下 就是刚刚有提到嘛 就是我们的对金融方面的一些了解 那也希望就是说 让大家更知道 什么是银行 什么是金融 如何去等于是说在生活中呢 各个方面都是一些理财的这些一些方法 现场遇百名球迷 不少都是全家动员 一起为各自的球队助阵 现场热烈的气氛下 将第三届台美杯公益篮球友谊邀请赛 成为了社区一项盛大且老少皆宜的公益娱乐活动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第1位分子 将实际上的街庭 问你 这些人 第2位分子 非常尊散 内散